大家好 这里是奇幻五分钟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恐怖电梯突然复活 竟然开始疯狂杀人的故事 最近突然流传起电梯又有自我意识的言论 几个孕妇走进电梯 电梯卡在了半中央 孕妇们无法发出求救信息 而电梯的空气还越来越稀薄 这时还有孕妇开始出现阵痛 羊水流的到处都是 察觉到异样的保安前来帮忙 但是却怎么也打不开电梯 其中一个保安就想要劈开电梯 因为里面有他的妻子 这时电梯突然恢复正常 等电梯门被打开的时候 里面的孕妇已经顺利生残 此事被传得肺肺痒痒 因为电梯所在的地方 是这里最豪华的大厦 管理人让两名修理工赶紧修好电梯 其中有个修理工是小杰 他们俩并没有发现电梯有问题 于是电梯继续投入使用 这时一个盲人和导盲犬等电梯 电梯门打开后是黑漆漆的电梯警 导盲犬搭轿着不让盲人进入 但是盲人没有理会 他不仅自己摔下电梯警 还把导盲犬也一起拉了下去 文学而来的保安看出头观察 突然他的头被电梯门夹住 另一个保安赶紧过来 准备撬开电梯门 但是电梯门却纹丝不动 这时电梯开始往下 保安就这么被杀死 知道此时的小杰想要让电梯停运一周 来做一个彻底的深入检查 但是管理人员却不想要损失 这个赚钱的时间 坚决让电梯继续使用 很快又一起命案发生 一个小哥被电梯吸进去 然后一路飙升到八十几楼 又被抛出去冲破玻璃坠楼而死 记者开始采访事情的负责人 却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复 小美发现了小杰的存在 她给小杰看了电梯的监控 仅有两秒的时间 电梯就到了八十几层 这绝对是违反常理的事情 于是他们开始针对电梯进行调查 电梯的设计者是一个科学家 她曾经给军方设计过一种芯片 芯片不仅可以自我繁殖 还会拥有自我意识 小美推色 电梯应该就会用了这种芯片 另一边一个女孩抱着娃娃来到电梯前 这时电梯左边的门开了 等女孩过去后又换成右边的门开了 之后就是杀死过人的那个电梯 女孩好奇地把自己的头凑过去 此时女孩的老师正在焦急地寻找女孩 突然她听见了女孩的尖叫声 好在等她赶去的时候 只是女孩的娃娃被压烂了 女孩并没有受伤 管理人对此没有任何反应 她只想把关电梯的损失赚回来 接着有十几个人进入电梯 突然电梯开始加速 地板开裂 大部分人掉了下去 剩下的人则因为电梯冲破屋顶的压力而死 管理人一直都只关心金钱 直到她自己进入电梯 被一具修理工的尸体吓得爬出电梯后 她也仍旧不知悔改 而是把罪责推到修理工的身上 说是修理工策划的一切 现在修理工已死 电梯自然是安全的 但是又有十几个人死去 事情再也瞒不住了 政府派来武装力量封锁大楼 小杰偷偷地溜了进去 他乘坐上电梯 在电梯疯狂下降的时候 将电源切断 制止了电梯的行为 接着小杰爬上电梯顶 在那里发现了一颗心脏 此时电梯缓缓上升 小杰一刀刺入心脏 电梯开始痛苦地自然 小杰躲过了火焰 但是又被绳索带着坠落 眼看要被压死的的时候 他及时解开绳索逃过一劫 小杰爬出了电梯 他顺手拿走一根火炮 但是科学家赶来了 然而扭打在一起 此时小美也赶到这里 他用枪抵住科学家的头 于是科学家开始哀求他们 放过自己的必胜心血 这时军方赶来 设置南逃一节的电梯 直接把科学家和小杰 困住带进电梯 小美机智地把火炮踢进去 于是心脏被轰炊 小杰因为后座力飞出来 科学家却被迫和电梯一起死亡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记得点赞和关注 下期精彩继续